书接前文 六世班禅大师原寄以后 他的哥哥谢姆巴胡佛 就跑到了尼泊尔 联系尼泊尔国王 让这个尼泊尔国王啊 速速出兵 一起到后葬扎什伦布斯 去抢劫这个班禅大师的遗产 他给出的理由就是啊 我是班禅大师的哥哥 那么班禅原寄了呢 我就有分这笔遗产的权利 那扎什伦布斯的大喇嘛 众巴胡佛 他也是班禅大师的哥哥 他说你啊 不是我们一个叫门 你是嘎玛嘎举派 我们是格鲁派 咱们不在一门当中 你没有权利分这遗产 这嘎玛嘎举派 红帽的夏马巴胡佛一听啊 这钱咱们说不来啊 咱们就来捂的吧 那他怎么就能想到 这个尼泊尔的库尔卡王呢 我在前文说 咱们提了一嘴啊 可能您还有印象 这夏马巴胡佛呀 和这个库尔卡亲王就说 你这也不是第一次 抢劫后葬了 实际上这是咱们 十全武功啊 最后一段 这库尔卡之意当中的故事 因为咱们后边啊 还有这个十全武功的专辑 所以在这咱也不申开腰奖 可是不捋一下 那前后您也接不上 简单的说吧 那前边是怎么回事 当然您肯定知道 那会是乾隆年 这乾隆年呢 在这个大清朝啊 那银本位 他花的是银子 论两交易 为了方便老百姓呢 他还有这个治钱 多少治钱 置换成一两银子 可是这藏区不一样 藏区的钱呢 他虽然也是银子 但是呢 他花的是银币 他们基本走的是西亚的路子 实际上我们知道的 清朝和尼泊尔之间的战争 那会的尼泊尔 他并不叫尼泊尔 我们知道啊 是和库尔喀之间的战争 其实呢 这库尔喀呀 他也比较晚 就是在这个18世纪的前期 尼泊尔啊 十个互不同属的部落 被称作巴勒布 后来这个巴勒布内乱 库尔喀趁虚而入 建立了尼泊尔王国 也就是库尔喀王国 那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和咱们要说的这件事 它有关系 这藏区呀 和尼泊尔王国的联系呀 是一直就有的 在巴勒布时期 实际上这巴勒布呢 就替藏区人民铸造银币 这藏族人呢 习惯的把这种 巴勒布铸造的银币 叫做张嘎 一直到后来的这个 库尔喀时期 这藏人的钱 还是由他们来铸 我想啊 这人工费 那藏区一定是给全了 可是后来啊 这群库尔喀人 在铸造钱币的同时啊 他们起了贼心了 什么贼心呢 他们忘礼啊 掺铅 掺铜 这一下子呀 这钱就折色了 后来这尼泊人也发现了 这种钱呀 中国也会流到 他们库尔喀地区的 这库尔喀呀 兼并了巴勒布 时间不长 他们就决定啊 不再住这种折色的钱 住好钱 但是他要求藏区呀 用两个原来的旧币 才能换他们一个的新币 那您想啊 这西藏人能干吗 啊 我们把这个白花花的银子 运到你那儿 让你们住钱 你们给我住的钱折了色 我还没找你们麻烦呢 你们竟然还要把新钱 和我们以一比二的形式兑换 你想疯了吧你 那这尼泊人一看呢 你不折 我折 原来呀 我是十块钱买一袋盐 我现在就给你新钱五块 你卖贵了 我不买 那这藏族人也有办法 行了呗 那你给我五块钱呢 我就往你这盐里边 给你撑一半的土 得 这下子呀 干起来了 这库尔喀军队呀 主着那个举世文明的狗腿砍刀 就杀进了西藏 说呀 这个聂拉木和奇隆两处啊 那原来呀 都是我们库尔喀的地方 我们现在要夺回来 乾隆皇帝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啊 那肯定就要发兵 那西藏是什么地方啊 是我国领土 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啊 实在是太远了 这个调兵潜将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要说 这库尔喀人来多少人呢 一共就来了三千骑兵 我估计呀 就他们这个弹丸小国呀 可能骑兵的总数也就是三千 可现在话说呀 他们就围困了 现在西藏的定日地区 这藏族的战斗力呀 说实在很一般 他就得指望这大清朝 把骑兵跟蒙古兵出来打仗 哎 可是还是那句话 调动起来呀 就得需要时间 哎 还别说那会儿 您现在想想这青藏高原呢 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库尔喀兵已经围困了定日 然后呢 后援的军队又迟迟的不能到 助赃大臣 和这个仲家活佛一商量 咱们先和谈吧 并且在此时还出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跟咱们这个活佛准世 以后的喇嘛说呀 都有关系 这达赖喇嘛呀 请来了他的大灵媒 要通神占卜 这会儿啊 就有明白的好朋友啊 就站出来说话了 这藏传佛教怎么还有萨满教的东西 怎么还要通灵啊 其实啊 在这个系列开篇的时候 咱们就交代过了 这藏传佛教 为了能更好的在藏区弘法 他吸收了不少啊 原来本教的东西 和一些本土原始宗教的将神打卦的形式 其实直到今天也有的藏民是这么认为 这些东西啊 比这个大活佛念经讲法呀 来的直接 他们呀 更信服一些 那达赖喇嘛 这大灵媒呀 来了之后 一做法一算卦 一祈祷啊 说卦将不好 不建议打 打了也打不赢 所以呀 就开启了和谈了 当时这嘎嘛嘎举派的这个红帽法王 就是下马巴活佛 就是和谈团中的一员 因为援军迟迟没到啊 所以说商人来山林去 这西藏地方政府就觉得 哎 干脆咱们花点钱了事吧 决定啊 每年像这个库尔卡 交三百个银钉 一直交三年 这三百个大元宝啊 这一个元宝呢 应该是五十两 那这么一算起来呢 那就应该是啊 这一年一万五千两银子 要说起来呀 不多 三年加一块 才四万五千两 有的时候外交就是这样 花点钱呢 能买来和平 虽然呢 让人瞧着点储卧子 算起来有点憋气 但是啊 比起大洞干戈的边境战争 要强多了 咱们举个小例子 宋辽百年缠冤之盟 在很多愤青的嘴里啊 他们觉得 这大汉族啊 哎 丢了脸了 每年得给人家赔那么多的钱 才换来了和平 殊不知啊 这宋朝啊 赔大辽那点钱呢 无非就是三个县的GDP就够了 也就是说呀 拿出这个三个县的这个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柴人之盟就足够了 可是呢 换来的是一百年没打仗 大宋皇帝心里清楚 没打一次唱都是伤了国本的 且恢复不了元气呢 这西藏地方的这些活佛呀 包括这些摄政们呀 他们觉得 行 花点钱 咱买个消停嘛 没过多久 这大清的军队也到了 这会儿啊 这库尔喀的兵已经撤了 带领这支军队的将军是谁啊 是清军将领 叫做厄辉 这厄辉也挺孙子的 你啊 如实的向乾隆皇帝禀报 这大主意啊 得让人家皇上老爷子来定 他不误解 他边瞎话 他茂功啊 明明啊 是每年三百订银子换来的和平 得给人交三年 这库尔喀骑兵啊 才算撤了军 可是他跟皇上不这么说 他说呀 他大兵一到雷霆扫学一般的 就把这帮库尔喀人打跑了 反正这每年的三百订银子呀 是西藏地方政府 以及寺庙里凑 哎 这国库也不开支这块 皇上也不知道 就这么这件事啊 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 可是这回呀 这红帽法王 下马巴活佛 又把这库尔喀兵招来了 这回可是要抢劫扎什伦布斯了 那是像他们设想的那样 抢走一百车的财富吗 当然没有 因为这会儿啊 众多的活佛都在扎什伦布斯 六世班禅刚刚元祭 灵谷刚刚摆放到金塔当中不久 这大家还在扎什伦布斯 在做法事呢 听到这个气之后啊 这七世班禅 受人保护就先回到了拉萨 不能光是自个儿走 肯定也带走了不少的宝物 班禅大师那个弟弟 就是扎什伦布斯的 私库中巴伙佛 也带着233捆宝贝先行出逃了 这宝贝为什么论捆呢 我就不清楚了 那史书就是这么写的 我也不敢给人家改 我非把这233捆改成233道 不合适 其实等到这个库尔喀人打到扎什伦布斯的时候 扎什伦布斯这会儿只剩下九个僧人了 留下的那些宝贝呢 都是拿不走的 搁现在话说呀 那叫什么 不可移动文物啊 那是因为梵梁太重不可移动吗 不是 这帮僧人认为这库尔喀人呢 也信佛 所以像佛像啊 法器这种东西啊 他们是绝对不会动的 可是他简直小看了这帮尼泊尔人了 人家是干嘛来的 人家就是抢劫来的 金银佛像法器 以及这些珍宝抢走了还不算完 他们竟然啊 登上了历代班禅的这个灵谷金塔 那看着这个黄眼的金子 说实话呀 他们心里还真有芥蒂 这塔是没敢给搬走 但是上边镶天的宝石啊 可是没少被抠走 就连这乾隆皇帝 册封六世班禅的这个金册 也给抢走了 人家是干嘛来的 为的就是钱 所以呀 也没做过度的停留 就退回到边境了 说不要麻烦 这很快这事就传到了 乾隆皇帝的耳朵里 乾隆皇帝一听 神妈 前一次敢蒙我 明明啊 每年要花一万五千两银子 三百大钉嘛 给人家做这个熟成费 竟然告诉我啊 是打了胜仗 把人家打跑了 相关人等是一律治罪 我这儿啊 赶紧派兵 一道御址 下到大营当中啊 就传来了两位将官 熟悉清史的人呢 听着呢 简直就是如雷贯耳 一位呢 就是傅恒的儿子 福康安 还有一位啊 就是被誉为大清 第一狠人的海蓝茶 哎 喜欢清史的好朋友 就得觉得 这故事都没必要往下讲了 听这两人主将的名字呀 这仗就打赢了 那果不其然 这横人就得横使 这乾隆皇那把这二位叫过来呀 先给这二位道辛苦 为什么呀 因为这俩人也是刚从前线回来 刚在这南方平静了台湾的李闯文的叛乱 你们俩呀不能歇着了 还得辛苦辛苦 哎 怎么着怎么着 前因后果 向这两员将官就做了一个小通报 并且下了死命令 召集好部队之后 四十天进藏 哎呦 四十天进藏 不瞒您说呀 这学徒我呀 有辆摩托车 总想啊 骑着摩托车 进一回西藏 我呀 倒是不想去拉萨 我倒是想啊 去这干人波骑看看 我就问那去过的朋友 我说这十天骑不到吗 朋友跟我说呀 够呛 您想想啊 板油马路摩托车啊 都够呛 这前龙皇帝 这哥俩带着兵啊 四十天就得赶到 那赶到没有啊 没有 即便不是四十天 也创作了奇迹 五十天 这哥俩带着兵 就到了拉萨了 一共就带了一万兵 气质咔嚓 没费劲呢 可就打到了加德满都 这库尔喀兵啊 是毫无还手之力 有人说 这英国这只山地狮不厉害 是什么 手里边有狗腿弯刀啊 哎 有牛腿弯刀都不行了 这福康安呢 他有大炮 有兵乱投医 这尼泊尔政府啊 就是库尔喀政府啊 也求援了这个锡金 求援了印度 求援了当时的东印度公司 那会儿的大清朝 鼎盛之势 这些人一听啊 怎么着 跟乾隆皇帝打仗啊 一个劲都剥了脑袋 总之是打赢了 抢走的东西 也都退了回来 那还得要一个人 谁呀 带路党啊 就是那个 嘎马嘎举派的 红帽法王 夏马巴活佛呀 那这库尔喀的 这国王说呀 给不了您了 吓死了 自杀了 乾隆皇帝听完之后啊 死了 这罪也不能饶 于是就取消了 嘎马嘎举派 红帽系的活佛转世 打这起呀 这嘎马嘎举派呀 没有红帽法王了 那么说现在 还有这个红帽法王吗 有 不过呀 这故事不好讲 讲了呀 容易彩虾 您可听清楚了 咱们在这儿 再着重的说一句 这活佛转世啊 是可以被禁止的 并且啊 有先例 就是这位红帽子 嘎举下马巴 这细心的听众啊 可能还能想起来 再早还有 四世达赖死 当年人家藏王 不是也不让转世吗 还不是 这班禅大师 治好了藏王的病 才允许 五世达赖 剃肚 受戒 坐床吗 咱们这两期 讲的故事 其实就是 后来 这乾隆皇帝 在喇嘛说里 所阐述的 这活佛转世啊 已经糜烂到 一定程度了 竟然 帅出一门 六世班禅大师 红帽子 嘎举 这位下马巴 活佛 还有扎实伦牧寺的 重巴 活佛 再加上啊 香巴嘎举派 桑景寺 那位女活佛 多吉帕姆 这四个活佛呀 是亲兄妹四人 所以这活佛 转世系统啊 不改革 是不行了 乾隆皇帝 才洋洋洒洒 写了一篇 规范文章 叫做喇嘛说